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正方形的纸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 里面的颜色朝上 上下边对折 上面的边折下来 放到背面 这个也折下来 拉开 捏起这个边 折向中间的折痕 上面也一样 看下这个效果 把这个边往里折 折大概三分之一 留出的这段大概等于折的这一段 差不多就好 再把这个往回折 留出一小段往回折 这个不要留的太多 接下来下面 把它拖开一点 往外拖开一点 拖开之后 这里向外撑开 把它压好 把它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向外撑开一点 这里向外撑开 向上撑 压好 这部分往里折 同时 这里撑开 斜着 折一下 另一侧也一样 这边往里折 这样 这里撑开一点 斜着 往里折 把这个角 向外折 折的这个角度 自己掌握一下 露出一个小角形成袖子 只折一层纸 这一侧也一样 翻过来 把上面的边往下折 把上面的边往下折 然后把这里撑开 折一层纸 这样 压好 先离开 然后去下边间 压成一个小三角 这一侧也一样 压成一个小三角 这一侧也一样 这样 把这个边往上折 把这个边往上折 將开 把这里镶开一点 先把这个折过去 然后这里再收回来 这一侧也一样 撑开一点 先把下面的部分折上去 上面再把它收回来 这里重新调整一下 放到背面 两个角往里折 这个塞进这个指缝里面 这里侧也一样 最后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连衣裙就完成了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更多视频请关注 折纸网址 喜欢就请订阅 点赞 转发 加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